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商天下》 我是韋賢 最近幾個月圍繞加拿大千禧鯉業公司的收購是一波三折 中國鯉業巨頭在爭奪圍捏涅海外鯉礦的過程 就像一齣精彩的電視劇 而其實 還不只是鯉 好像是孤 稀土 鯉等 這些發展新能源技術的關鍵礦物 中共都在全球範圍內爭奪控制權 而中共的目的 還不只是要掌握市場上的主動權 還要將壟斷資源作為地緣政治的一個武器 這樣中共目前已經爭奪到哪些關鍵礦物的全球供應呢? 而面對中共帶來的安全威脅 美國等其它國家又是怎樣應對呢? 我們今天就來談談這些話題 我們先看看加拿大千禧鯉業的收購情況 在7月16日 先是禁封鯉業發表公告 計劃以3億5千3百萬家元收購千禧鯉業8%股份 但隨後 寧德時代將收購價格提高到3億7千7百萬家元 於是千禧鯉業9月底宣布 接受寧德時代報價 並向禁封鯉業支付1千萬美元的協議終止費 因此多家媒體報導說 寧德時代接吾禁封鯉業 就在外界以為大局已定之際 11月1日 千禧鯉業又再度發表公告 說公司已經接受了加拿大美洲鯉業公司發起的加價議案 美洲鯉業計劃以總價4億美元收購千禧鯉業 令者向寧德時代支付2千萬美元協議終止費 但寧德時代可以在10個交易日內 通過配合美洲鯉業報價的方式 獲得優先收購權 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美洲鯉業與禁封鯉業存在的關聯性 2021年中報告顯示禁封鯉業持股美洲鯉業12.51%股權 直至今年6月30日禁封鯉業今年已為美洲鯉業提供了1億500萬美元貸款 因此網上有觀點認為 美洲鯉業今次接虎寧德時代或禁封鯉業的授意 不過禁封鯉業否認說 公司沒有參與相關的董事會討論 目前千禧鯉業到底花落誰家還未知 但收購價格在3個多月內一再推高 就顯示出企業爭奪鯉礦資源的競爭是非常激烈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 千禧鯉業在雅根廷擁有兩處世界級鯉鹽湖項目 擁有大約412萬噸的碳酸鯉當量 那麼為什麼大家要爭奪鯉礦資源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在全球發展綠色能源的大背景下 對於新能源車的需求正在大幅成長 而鯉就是製造電動電池的核心原料之一 近兩年來 全球鯉資源一直被中國企業控搶 鯉價也因此有大幅度的攀升 一般來說 電池佔電動車整體總成本42%左右 所以動力電池被稱為電動車的心臟 而這個心臟裡面 主要就是電芯和內部鯉、鎳、固等金屬的成本 今年以來 有六幾家新能源汽車製造商 甚至馬斯克也曾在公開場合表示 電池供應不足影響到生產進度 上海有色網的數據顯示 11月2日 電池吸碳酸鯉的報價 是每噸193,500 與年初相比上升了265% 電池吸氫氧化鯉的報價是每噸194,000 比年初上升接近3倍 而西部證券的研究顯示 受疫情影響 南美鹽湖、深圳產能的投產沒有達到預期 而澳洲鯉礦短期內停產項目難以復產 預計鯉資源供應短缺 終會延續到2023年 根據真理研究的統計 目前動力電池的成本升幅 普遍在30%至40%之間 很多電池企業已經賺不到錢 所以10月中旬 以比亞迪為首的多家電池廠商 都密集發表了加價通知 也正由於電池、固等電池原料金屬價格的飆升 特斯拉都在10月進行策略調整 宣布標準續航版車款 在全球改用成本較低的輪酸鐵鋰電池 不再用三元鋰電池 但無論哪一種電池 在未來幾年都會有巨大的需求 據市場研究公司 SNE Research 預測 2023年新能源車的動力電池需求 預計將達到406基瓦時 供應短缺大約是18% 到2025年供應短缺達到40%左右 彭博新能源財經曾預測 2030年全球電動車銷量成長 將達到2800萬部左右 比2020年多出2500萬 將會帶來無比龐大的電池需求 不過中國對鋰的需求很大 鄉鋰資源並不豐富 數據顯示 全球鋰資源主要集中在智利和澳洲 分別佔總資源量的43.8%和22.38% 中國只佔了7% 所以中國企業紛紛到國外買礦 據經濟觀察網記者不完全統計 近一個月來 中國企業就參與了8宗鋰礦投資交易 總金額接近200億元 其中5宗交易的投資目標位於海外 涉及到阿根廷、加拿大、巴西等國家 數據顯示 中國對鋰、鈷、鈷三類金屬資源的對外依存度都很高 分別達到79%、97%和92% 所以除了鋰礦之外 鈷礦、鈷礦也是中國動力電池企業和礦業公司的爭奪對象 事實上,在動力電池甚至是電動車的供應鏈 中國已經佔據主動權 在下游,中國是世界最大的鋰電池生產國 鋰電池產能位居世界首位 佔73% 排第二的美國只有12% 全球十大鋰電池生產企業中國佔據6間 今年第二季 令德時代以29.9%的市場佔有率 位居全球動力電池市場首位 在中游,中國主持了兩個領域 電池級化學品的精煉生產 以及鋰電池的關鍵材料 正極、負極的生產 雖然全球電池原材料只有23%來自中國 但是80%的電池級化學品是中國製造 國際能源儲數據顯示 中國主導著全球電池用鋰化學品的生產 在2019年佔了全球鋰加工量接近60% 國際稀有金屬信息諮詢公司的數據顯示 在固精煉加工領域 中國企業也控制著高達80%的市場份額 另外鋰電池的副極主要材料 是合成石墨和天然石墨 而中國的石墨產量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比高達86% 天然富極石墨就是8%由中國製造 在上游 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投資新基建 換取部分國家擴場的擁有權 或通過海外拼溝進行壟斷 例如光果民主共和國的孤產量 佔世界孤量的60%以上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9年發表的一份文件顯示 光果今14個最大的沽礦有8座都是中國公司擁有 不僅如此 在對沽礦的控制 中共以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2007年 在一不價值6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換礦產交易中 中國以道路、高速公路和醫院等建設項目 換取了光果一座大型沽礦的採礦權 另外過去10年來中國政策支持的中資企業 一直進行海外拼購 大舉購買煤礦、鐵礦等礦山 而近年來中資企業的拼購目標 又轉向電動車新能源科技所需要的關鍵礦物 包括在光果、塞爾維亞、智利、波局、銅、菇、銅、鋰礦等相關礦業 自從去年年初疫情爆發以來 因為勞動力緊張 許多海外礦場迫不得已停產或關閉 出口礦場套現成了許多礦場的選擇 也為中國提供了海外拼購窗口期 在這個窗口期內 中國收購了至少兩座光果金沽礦 而美國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表示 中國不僅控制了許多關鍵礦產資源 還主導了電池、電動車、太陽能板等綠色能源終端產品的製造 這也成為美國能源安全潛在的巨大隱瞞 瑞士有色金屬經銷商加能河的行政總裁加拉森柏格警告說 如果西方的汽車製造商都認為 他們永遠可以依賴中國提供電池 那就太天真了 而中共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知道控制原材料的重要 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時候就說過 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 強調了稀土的戰略意義 而習近平也一直說能源的飯碗必須捧在自己手上 這也顯示中共非要在全球主宰原材料市場 那就是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中共可以不考慮是否在盈利的情況下 在上游大量購買礦產資源 也可以通過提供補貼或低息貸款 令中國企業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大量傾銷成品 打敗競爭對手 另外無論在採礦還是生產過程 中共也不會顧及人權、環保等一系列問題 憑著中共這種國家主導的戰略 中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關鍵原材料生產過 現在在美國政府認定的35種關鍵礦物中 中共控制了其中21種礦物的全球供應 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 世界上只有三個釋礦 而這三個礦都被中共控制著 而中共壟斷這些擴產的結果 不僅可以衝控市場價格 還可以利用它作為外交和政治工具 在需要的時候展示它的威脅性 例如2010年 中國和日本的釣魚島主權紛爭升級之後 中共就曾限制對日本稀土的出口 而在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 中共也曾經對美國發出限制稀土供應的威脅 所以北京會利用壟斷資源作為地緣政治武器 也早有先例 而現在中共控制的已經不僅僅是稀土了 2019年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 題為開採未來 中國將如何主導下一波工業革命 報告中提到電動汽車、太陽能板、智能手機、 風力發電機、衛星和半導體行業 這幾大新興製造業所需要的關鍵原材料 中國幾乎已經全部通過各種方式 搶佔到相應礦業的控制優勢 而這是很可能對世界未來經濟和安全更為重要的問題 為此西方民主國家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今年3月上旬 美國、印度、日本和澳洲 舉行了首次四國聯盟領導人峰會 峰會一個關鍵議題是高薪關鍵技術使用的稀土材料 6月8日美國政府公布了供應鏈審核報告 檢討並且改善美國半導體、電池、稀土、關鍵藥物等 四大脆弱的供應鏈 涉及電池的具體措施包括 美國能源部將為先進電池提供大約170億美元貸款 美國政府還將對美國生產和加工的關鍵礦物 給予至少30億美元資金支持 6月13日G7領袖通過一項重建更好世界的基礎計劃 協助發展中國家興建基礎設施 以抗衡中共一帶一路策略的影響 如果明年1月開始落實的話 也將會減少中共對全球關鍵礦物的掌控 9月30日歐盟成立的歐洲原材料聯盟發表了一項計劃 支持稀土採礦和加工 該聯盟確定了非洲大陸的14個項目 需要大約17億歐元的總投資 有些人可能會問 西方國家現在才想起 要對應中共控制關鍵礦物的威脅 是否太遲呢? 我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 在2019年5月後 美國才開始在本土建立稀土加工能力 而彭博社報導說 現在單是澳洲的韋爾德山稀土礦 和美國加州的芒庭帕斯礦山的稀土產量 就得到全球稀土供應的四分之一 而中國在全球稀土供應市場的份額 已經由2010年的98% 下降到2020年的58% 所以俗語有說 望讓保留為時未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點讚、訂閱和分享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明天見 再見